说到吃呢 其实很多外食族 他们喜欢的选择就是自助餐了 因为认为菜色很多价格比较亲民 可是有民众呢 夹了之后就认为自己好像夹到了天价餐盒 他夹的大概是两个便当这样多 那么两碗白饭 其他就像您看到的 有这个鲁鸡翅啊 猪耳朵四季豆 两样菜 居然将近六百块钱 他觉得非常问候 270 自助餐大多主打便宜 高CP值 菜色种类多 蔬菜肉类都能选 不过却有民众夹到天价餐盒 民众发文写下知道最近菜比较贵 问题在于这餐价格 真的超乎想象还附上照片 看看菜色用两个纸盒装满猪耳朵 四季豆腿翅 另一盒装着豆芽菜跟高丽菜 附上两碗白饭 竟然就要五百八十元 结账听到金额吓了一跳 太贵了吧 这个价钱五百八 又不是那种高级餐厅饭店吃的 这样子看它鸡腿的大小跟鸡腿 这样子差不多一百五一百八左右 应该就可以了 菜都蛮丰富的 就我觉得还可以啊 有人可以接受 但也有人觉得太夸张 甚至贴文底下纷纷回应 这价格都能吃到饱 五百八十元一餐吃不起 实际来到自助餐店夹类似菜色 自道菜一样煮菜 也不到一百五十元 如果以四个菜跟腿吃 如果是我这边大概就一百二左右 一般大概就是一百出头左右 大概就是这个行情 理论上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食材 可能会比较高单价一点 自助餐价差大 看来民众夹菜之前 还是得先问问价格 否则只能摸摸鼻子不浅 含泪吃下肚 三级新闻条件 王轩台北报道